你这是干什么呀不让我们出门啊 楚太太您不能出去 你说说你们是不是太不像话了 今天都第几天了还不让我们出门啊 楚太太 您跟我吵根本就没有用 我做不了这个主 我告诉你 你们在这儿下去 我就到司令部告你们去 楚太太 您话不好这么说 新闻队跟司令部的关系 您也不是不知道 这会儿要是让张组长听见 他会不高兴 这传长也有话 这不是楚太太吗 听说 怎么了 是不是炒菜又没眼了 等一下 部长 李漫娥的头三脚刚刚踢出去 我刚才看见 还没开始排兵布阵 就突然被张池困到了宪兵团里动弹不得 这让她又气又急 一连几天她上蹿下跳闹着要出去 楚香雪心里也急 看到李漫娥到处钻头密封 她决定山峰点火 鼓动李漫娥打前锋 替她试试说一声谁浅 不过您放心 虽然她跟我叔叔住在一起 我是不会寻思情的 好 那这交给你 走吧 还愣着干什么 看什么看 站好 我真的得给你叔叔做饭去了 你刚才着急要出去的时候 可没说要给我叔叔做饭 我刚才忘了 现在想起来了怎么了 没怎么 你真是一个白眼狼 你叔叔算是白疼你了 我这是公事公办 你要是对我有意见 你可以跟我叔叔说 把我给撤了 你当我不敢呀 我告诉你吧 你别犯傻了 一个女人还得要找一个 能靠得住的男人活着 像你这样累死累活的 是没有好下场的 我先明着告诉你 你虽然不喜欢我 但我还是要告诉你 张组长喜欢你 这我看得出来 不过 这个男人是靠不住的 你胡说八道 些什么呢 我可提醒你啊 这两天不许乱跑 因为我听说 张组长他抓了人 他怕走路丰盛 所以不让出去也是正常的 抓住什么人了 这么神神秘秘的 不就是抓了一个 偷着卖油墨的吗 有本事在战场上 跟共产党真刀真枪的干情 打不过人家又不认输 就在背地里 搞这些小气的事情 真没劲 我都已经想过了 想劝劝你叔叔 不要干了 干脆跟我回家 一起做些个小生意算了 我发现你知道的还真不少 听谁说的 你当我是谁啊 这天上的事我知道一半 地上的事我全都知道 好了 真的不跟你说了 得给你叔叔做饭去了 对了 你不是要处理我吗 怎么处理啊 是五花大绑 还是不让吃饭 行了行了行了 我都不提了你还提 你就给我注意点 下回出去的时候 别让张组长看见 我要是真的想出去啊 他是拦不住我的 你怎么出去 我都已经看过了 这宪明团的围墙 是防军子不防小人的 我就是不愿意招惹这个麻烦 我可告诉你啊 咱们这个院可是加了两重岗的 你要是从正门出去 什么事都好说 你要是翻墙出去 怕是要吃官司的 大时候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小玉琳 没事啊 她说她去给您做饭去了 好 这一天吃几顿饭呀 哎 绿云 你回去吧 好 出团长 啊 叔叔 嗯 你说张组长这一天到晚 天上这些的啊 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她决定的事情能有什么办法 她已经啊 让陈胜和刘二雄去参谱蹲守了 也不知道会不会有结果 如果真的有结果 能抓住共党 我看她好了 她立了功 可以早点离开这儿 叔叔 嗯 今天晚上 我也想跟周连长他们一起去执行任务 什么任务 去刘二雄那儿蹲守啊 周连长这个人实在不可靠 太推卖力气了 哎呀 这人呐 都太适当了 所以说我得去呢 不管怎么说 只要我费 抓住了共产党 这功劳就算咱们团部了 说白了 就是咱们出家的 那你 能行吗 瞧不起我 我可是王牌特工呢 那好 你去吧 最好别跟张池行事了 要不然啊 又弄出一车废话来 他这个人啊 就喜欢教训别人 你去吧 眼看情况越来越紧急 他决定正面出击 想办法重出县兵团 找机会把情报送出去 郭秘书 你怎么了 跟你们一起去执行任务 谁通知的 张组长没有通知我 主团长通知的 不信你去问他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 你一个女人家 行动起来恐怕不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的 又不是去逛窑子打茶呗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 还有更难听的了 还想听吗 周祥林从张池一来就上窜下跳 正着表现 楚香雪决定从他入手 他知道这个脑袋很大脑人很小的家伙 冲动鲁梦 只要一针扎下去 他就会跳 楚香雪决定 用激将法激怒他 你吃饭 快点 没吃饭 周连长 你不会这么小心眼吧 自个儿心里不舒服 拿兄弟们撒起来 停 走 王雪 我这就是在执行任务 熏我吗 我说你可真够逗的 人家把你当小狗 你还真就汪汪叫两声 你天天这么扫尖 真扫上瘾了 楚文学 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你要是再胡说八道 小心我废了你 来啊 有本事对着打三枪 看谁打得准 我说你疯了 你不要我命 我还想活呢 你没事你老男人 我干嘛呀你 你要是累了 赶紧滚回去 我太得拖累我 我实话跟你讲了 你天天在这扫尖 一点用都没有 要真有本事 就去报馆抓人 能在那儿抓到人 那才叫真本事 张组长 没给我下这命令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你张口碧狗的张组长 人家把你当自己人了吗 要不你先回去吧 你们前面走 我后面追 走 楚相学终于找到了下手的机会 楚相学终于 然而 还是功亏一篑 他决心找机会赛事 周连长他们去报馆了 让我陪你回团部 不用 我跟你一起去吧 你行吧 总不能让陈胜他们抢了头功吧 你说是不是 小马 刚才怎么回事 很奇怪 他在门口有一个特务 特务 特务到筹券庄来干什么 小马 你这两天出门要特别注意 通知蒋鱼龙和中华来 让他们格外小心 知道了 我知道了 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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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ctric 这个 小马 白 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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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二兄 来了 你怎么不开门呢 睡着了 这脸 二兄 那个有我还有吗 我那个朋友 这会想多要点 那钱也给了 给了挺多 给十块的 我都带来了 你看 打 打 打 回来这儿 这二兄 来 走 这边 我们抓住了一个 你们不是在巡逻吗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我们就是过来 助你一臂之力的 得了吧 想抢功吧 我看你们还是扫街喝西北风去吧 报馆这儿有李文守着 我们也不劳你了 楚小姐 来往这一步 我们已经把人抓住了 你什么意思 你没听说过有一句话 叫强龙不压地头蛇 楚小姐 对不住了 走 抓我开 过来没犯法 是 快 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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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上 你干什么去 我回家 回家 你怎么晚上去哪儿了 我是做小生意的 给人家修锁 主人请我吃晚饭 回来就完了 你来什么 销锁呢你都不放我 我跟你们说 今天要不是陈胜那小子 他抢头空 那家伙肯定是我 我背着的今儿立头空的肯定是我 走 淑秘书 哪儿去 他导致你回去审犯人呢 师傅 你平常在哪儿修所呀 我那儿 在里面落的什么呀 你 混蛋 楚香雪万万没有想到 他处心积虑 举步维艰 拼命想要保护的那个人 其实就是眼前这个 以他搭过话 却又擦肩而过的人 找了 报告组长 还没有 还有死了的鸭子 嘴还硬 我们这儿 一共有七十二件事 每一件都各有奇妙 都会让你体会到 生不如死 给我上 是 来 怎么样 滋味不错 这叫红烧肉炒干胶粉 刚才只是试一试 一会儿 要在你全身的伤口上 撒满干腰粉 那滋味上 会大会一般 我 我 我 这就对了 说吧 你叫什么名字 住什么地方 我叫刘七一 你还住在御龙路 谁是刘三姐 我 我没有上去 这么说 你是东江的共产党徒子 我 我 我不是共产党 我这是一个 没鼓励的 那你能游磨干什么 只帮一个朋友的忙 她叫蒋玉龙 是个休所的 所人叫游磨干什么 她说是她老家人 托她来的 我也觉得 她有别的用处 可是 我禁不住她球 我真不应该打理她 她什么时候取货了 我们说好了 明天晚上 她在什么地方住 我不知道 我跟她也不熟 每次都是上门来找我 你要是不熟 那接着打理 不不不 我真的不知道她住哪儿 她人很厚道 给钱也痛快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把她送回去 明天晚上收啊 是 组长 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说吧 有什么不好说的 不就是告密吗 是楚小姐的事 今天晚上她和周连长 一块出起执行任务去了 见我们抓了人 好像 不太高兴 她不会的 你多心了 她是去监督他们的 是是是 那 我先走了 好 楚香雪知道 她未经张池批准 擅自离开宪兵团的行为 是严重掠位 虽然行动失败 但她必须给自己的行为消毒 张池这个人疑心很重 所以她对付张池的办法 只能是直来直去 有话直说 怎么的 香雪 没怎么 组长 你晚上跟周强林去执行任务了 嗯 我想问你个问题 你不会那么小心眼吧 你什么意思 在我和你叔叔之间 你不会特别进相给一遍吧 对你的职业素养 我一直很信任 而且很看重 陈生告诉我 说你看见他们抓人 你不太高兴 我说你不会 你是监助他们的 是这样 谢谢组长为我开拓 不过 我的确不太高兴 不是因为陈胜抓人 而是因为我对你现在的做法 有点意见 那你说说 那你说说 组长 你一来就这样大张旗鼓 我觉得有被我们一向的工作做法 接着说 我们保密局过去也叫军统 一向形势低调 讲究文准狠 你这样一来就大张旗鼓 甚至滥杀无辜 而且下手并不准 一来让人家笑话 二来容易引起反弹 你这样再逼陈司令弄不好 就把他逼到对岸去了 而且我们宪兵团 现在人人都争着抢动 就这样下去 我看迟早要出大乱子 你说的这些 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会注意的 不过 工作还是要做 干我们保密局的 就是要捕风捉影 顺藤搏挂 无中生有 防患于未然 不然后果出现 一切都来不及了 江雪 说尽力话 我更欣赏你的能力 我希望你 能够助我一臂之力 我会的 我就休息了 你也早点歇着 如果不出意外 一两天之内应该有结果 我相信 怎么一夜之间 警戒就解除了 虽然解除了戒严令 但楚香雪知道 没有张弛不知的任务 她绝对不能再迈出 宪兵团大了一步 李曼娥也知道 虽然她可以出门 但没有合适的理由 也同样引人关注 她想拉楚香雪做挡箭牌 香雪 怎么今天一大早 就解除戒严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刚一夜的功夫 你叔叔还在床上睡觉呢 这情况就有了这么大的转机 香雪 你应该知道这内情啊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一直在屋子里待着呢 香雪 你今天值班吗 我还想约你逛街呢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敢跟你说 我给你做了件新七袍 今天就可以娶了 你给我做七袍 你哪来的我的尺寸 我是按照我的尺寸 让裁缝都减去一点 你不是比我瘦吗 我就让他们公过着做吗 你别说 你还真是挺有心的 要么这样吧 我把我的七袍给你拿过去 你拿去比一比不就行了 这样就好了 这我就高兴了 本来咱们就是一家人嘛 香雪 往后你有什么忙不过来的 就找我 我帮你 那咱们就起旗袍吧 好 好 你看看我 我还得重新洗不是 香雪 完了 我给你洗 我一看你晾衣服的样子 你就不会干活 李曼娥说到旗袍的事 让楚香雪意识到 这可能是送出情报的学好时机 她决定启用紧急接触方式 在她的柜子里有件旗袍 是她来临京之前有人交给她的 只要把旗袍锁到绸缎中 对方看到这件旗袍 就会知道里面有紧急情报 好 这是这一期的版 昨天刚排好的 好好好 好 太好了 今天晚上就印 这一期的内容非常重要 一定要抓紧 我今天晚上去去游磨 再背一些 好 好 昨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 正碰上他们搜查 看样子 不知道要抓到什么人 差一点 让他们把这担子给抄了 有一个女特务 跟那个领头的吵起来了 我才拖了身 那女的有意思 说是什么团长的侄女 后来我走了 她又追了过来 有人吗 小师傅 有人没有啊 小师傅 小师傅 有人吗 是您哪 您怎么进来了 您应该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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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什么呀 大白天你 您怎么不在柜台上啊 我是来取旗袍的 就上次来做的那件 我知道您等一下啊 您看是不是这件 你身上是什么味啊 我没什么味啊 您这样吧 您赶紧试这衣服 好吧 您里面请 不用试了 我是替我侄女做的 她不肯来量尺寸 我带来她件衣服 你比量一下就行了 哦 这件衣服好漂亮的 好像也是我们这出去的 小马 老板 这位太太是来取旗袍的 罗老板 你好 你好 哎呀 太太 你这就有点难为我们了 如果这样的话 你今天可拿不走啊 没关系 那我就改天来去 不过 你们得用心做哦 我那个侄女脾气怪的很 这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你过两天来去 一定就做好了 好 那就拜托罗老板了 好的好的好的 罗老板再见 好我送送你 正老板 快去通知蒋玉龙 刘企业被抓了 好 你咱们 咱们 人咱们到底还来不来啊 我 我告诉你 你们别给我装死 人咱们想来了 我咱们先想毙了你 那你现在就毙了我呢 你问我不敢 你们 你们讲不讲道理啊 你这样手术带兔 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咱们已经好几天没睡好觉了 我告诉你 你赶紧想办法让他给我现身 黑钥匙修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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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个人 我 我不知道 都别乱动 听我指挥 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我告诉你 你敢乱说话 有点好过的事 听见没有你 你 你们说话 黑钥匙修所了 你 你们说话 修 修所了 你上回拍的什么 不好使 好 我再给你修修 美芬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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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起来 快快快 快快 老江 有埋伏 快走啊 站住 走 走 快走 抓住他 什么啊 快跑 别管我 快跑 老江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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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这么说那个人接到了情报 是因为行动迟缓才没被抓到的 是 我估计他们也是刚得到的消息 才跑来报信的 那个送信的人是谁 怎么会让他跑 先不管 我们要查的 是在那次行动之前 到底有谁出去过 要不然会有更大的一漏网 是 对 回来了 蒋又龙了 完了半步 老蒋被捕了 龙主任 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这儿很危险 你怎么回来的 后面有没有人追 我一路翻墙回来了 后面没人追 刘七爷应该不知道这个地方 我们如果就这样撤了 情报的交界就会出问题 龙主任 不怕一万九万一 咱们还是展之离开几天吧 那就行动吧 这些人 谁 谁 是 我 跟你说 我 他是 你 你 跟你说 你 他 你 你 我 你 果然不一样 共产党就是共产党 气都不烦哪 请喝茶 蒋先生 我们商了一下 怎么合作吧 什么合作 我一个休所的 怎么敢跟你合作 蒋先生真是客气 只要你把临江市的地下党组织 全部交出来 你需要什么待遇 我都可以满足你 你能给我什么待遇呢 无非是那句老话 高官任坐 骏马任齐了 那恐怕得拿良心来换吧 江先生 不要让我为难 也不要难为我 像你这么有气质的人 逼我动粗 我实在是不忍心 再说 我打人也打累了 真的累了 那就不劳你费事了 你什么意思 我实话告诉你 蒋先生 我干这行十几年了 像你这样的共产党 我见得很多 一开始都很坚强 到了最后 没有一个不着的 蒋先生 有没有听说过保密局的七十二件刑具 每一件都能让人体会到生不如死的感觉 七十二件刑具就是七十二到生死关 蒋先生 今生投入良胎来到这个世上 不会就是为了遭受这些酷刑吧 张先生 我不敢说我的意志有多么坚强 你们那七十二件刑具 也许我一件也吃不住 那就赶快跟我们合作 我们都是明白人 废话就不用说了 怎么个合作法 有两种方法 一是你口供我们记录 二是把你所有知道的 详详细细的都写出来 交给我 我选择第二种 好 蒋先生很聪明 把笔课纸拿来 我 不许我 滚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有的是办法 而且我也说过 我的意志 并不坚强 但是 我也有自己的办法 让自己 想招 也招不出来 你还想干什么 好 眼睁睁就这样 他经历了一场空欢喜 一切 又得从零开始了 张诗 你跟王座高的你放我出去 听见了没有 张诗 你跟王座高的你放我出去 张诗 张诗 啊 你把你走啊 这是 您没事吧 我 你怎么敢打我 打的就是你 你 你什么狗传人事欺压重量你 你 你 打的就是你 闭嘴 叫谁闭嘴 你说闭嘴 你就是蒋介石手里一条狗 你宰匪小伟 你 张副长使不得使不得张副长 他是陈司令的陈司令的夫人王玉玲的娘家救护 你休闲 你 我头把娘家救护 行 你打一打了骂一骂了赶紧回去吧 我不回去 我不走 你用本事开枪砸死我 我看你怎么一枪砸死我的 你开枪啊 他们已经台北人 滚出去 你开枪 不是张副长 你开枪 江副长 快点把人都送回去 你开枪啊你 行了赶紧走吧 江一龙致死 让张使追查春生报的动作端心 好不容易踩着了陈怀眼的女的 居然又被扯断了 她把全部的怒气都撒到了叶老爹的头上 她很生气 她对楚香雪不满意 对楚丽颜不满意 对自己也不满意 她的情绪糟糕透明 她甚至赶到叶老爹的店 就是陈怀眼放在她宪兵团门口的一双眼睛 这让她更加独狠陈怀眼 宪兵团的这些蠢材 让她感觉到实在感情大事 她决心放弃楚丽颜 启用自己的体系 那个老人家里跟她发生大火干嘛 楚香雪 还是她心头的那个楚香雪 张组长 您喝点水消消气 能够 组长 那个老头子晕过去 楚香雪带着几个人 把她送到司令部那边的医院去了 去什么医院呢 她不是自找麻烦吗 张组长 香雪这已是迫不得已 咱们一块去看看吧 要不然麻烦真大了 你去吧 我不会去 不抓住共产党 我是不会去她司令部的 小马啊 我想 你回仇断窗去看看吧 我们已经出来两天了 我特别不放心蒋玉龙啊 她的情况 暴春鸟同志应该知道 也许早都送出警报来了 你去看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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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甭 Lis hobbes 今天恐怕 肯总中没事 我在那转了帮她鸥匙 没有发现一场 好好好 老书 老乡怎么了 老乡怎么了 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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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啊 干咱们这项工作 就得随时随刻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 包括你和我